小姐幾年前已經計劃結婚 但因為買不到樓 遲遲未能完成人生大事 兩個人加起來 每個月收入合共大約22,000元 過去曾經申請居屋佛媒單位 但因為數量少 三次都抽不到 她期待復建居屋可以圓置業的夢想 其實居屋在市價情況未必能夠負擔 公屋的入職審查是否再可以提高 令到我們這班可以入到公屋的範疇 令到我們有空間儲錢 日後我們真的有能力 我們再上居屋 就能夠幫到我們 有學者認為 政府欠缺長遠的房屋政策 復建居屋有在解決市民的住屋問題 學者表示 上星期國務院港澳辦主任黃光亞 訪港時都有提到房屋問題 顯示有迫切性去解決 我認為黃光亞訪港之後 政府的壓力很大 除了內部壓力之外 現在又來自北京的壓力 政府未必願意很大幅度地復建居屋 可能建屋量也會維持較低的水平 同時可能會有別的措施來配合 我相信可能真的會在一些低價市場裏 會作出一個明確的限制 他說港府面對各界的壓力 預計不會等到10月施政報告才拍板 可能近期就會宣布相關的措施 亞洲電視記者 吳慕蓮報導 總統 谢谢大家